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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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特備節目 指數七紅期貨通 這一集很高興請來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 陳偉聰 Jason 跟我們介紹一下軟件指數這個板塊 Jason 你好 軟件指數顧名思義 投資在軟件公司 這個指數方面 有什麼成分股 和當中佔比重比較大 有什麼公司呢 沒錯 大家可能一想起軟件這個板塊 第一個就會想到騰訊 但是看回在這個行業指數裏 騰訊的佔比 只是排第二 比重是25.7% 反而排第一 就是金山軟件 佔比也有接近2.7% 除了你說這兩隻成分股之外 其他也包括了可能大家比較少聽的 例如說百庫環球 主力都是做一些電子支付 終端機的設備 金碟國際做一些企業管理的軟件 還有說科通深城 另外說網絡都屬於這個行業指數之內 Jason 上一集我都講過 其實如果指數的成分股少過8隻 單一股份佔比最多可以去到25% 一次見到金山軟件和騰訊佔比比較重 其實這兩家公司的前景你怎麼看 騰訊在這幾年出來的業績方面都相當之令人有驚喜 每一次出來都有相當好的表現 去年騰訊方面的盈利都多賺了兩成多 最主要都是靠網絡廣告收入和手機遊戲的帶動 去年的網絡廣告收入都往年升了一倍 最主要都是因為旗下的微信 現在它的用戶群都有7億人次 朋友圈就是整個社交網站的平台 都是吸納到相當多一些國內或者國際的品牌來下廣告 變相令到網絡廣告的收入都會保持著有個比較強的增長 再加上微信支付其實在近年普及程度越來越高 無論你說內地現在在繳費方面 網購方面 Codex 甚至乎買一些投資產品 都會利用到這個微信支付的服務 對於騰訊未來那段時間 應該這一部份的業務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增長引擎 至於你說金山軟件方面 由於在近年都投資比較多 在一個金山雲的業務上面 令到資本開支比較大 所以令到去年那個盈利就跌了五成多下來 但如果你說撇除了這一方面的因素 其實它整體的業績又不是說真的那麼差 特別就是在那個獵炮移動的業務上面 都見到去年那個收入是增長得相當之強勁 那個每月的活躍用戶人數 亦都是按年升了是兩億那麼多 現在去到整六億多人 如果你說接下來在那個金山雲 都能夠達到收支平衡之下 相信這一隻的股份 接下來的業績表現 仍然都可以看高一線 似乎這個板塊 兩個龍頭股 Jason都看得非常之正面 整個行業有沒有什麼重點 前景我們需要留意一下 沒錯這個行業來說 整體我覺得接下來的前景 都會是偏向樂觀些 大家要留意的因素 包括說在海外上市的一些科網公司 特別是Nasdaq的指數成份股裡面 那個的比重都是相當重要的 特別是在Facebook或者Google 如果你說之前那晚的股價是大升的 我都相信之後那天 這個板塊都會有一個較好的表現 另外也是看到本身一些在美國上市的 中國科網的巨企 包括阿里巴巴又或者是百度 他們之前那晚美股的表現 都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你說在這一部分 都能夠做得好的時候 對於本地上市的那些科網企業 或者那些相關的股份 都會有個不錯的表現 另外就說內地方面一些 關於互聯網加的政策 如果你說接下來有更多相關政策出台 同樣地這個板塊都能夠受惠得到 明白 外圍和內地的政策因素 大家都需要留意 剛才說過的股份 Jason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的分析 下一集我們會集中講一下若葉股 看看有什麼投資故事 下次再見 發揮 differently 有什麼 1971 那行欸 有多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